骑车出门很方便 不过缺乏正确骑乘观念 也让新竹县的机车肇事率高达73% 根据统计上过驾训课程 违规风险会减少32% 而肇事降低20% 县补就加码中央机车驾训补助 民众上驾训班口罩最高 能够来补助2500元 上班上学期妈妈买菜也必备 机车市马路上常见代步工具 降低肇事率 县补加码机车驾训补助 现在民众上驾训班口罩 最高补助2500元 依据我们信物县的一个 道案资料显示 我们今年1到6月累计 30日内死亡的部分 跟机车有关的部分 超过了73% 也就是占了大概将近38个人 这样子因为机车事故 造成了一个死亡的部分 那有鉴于这样一个严重性 所以我们特别跟中央公路总局来合作 提供了一些机车年轻 就是还没有取得驾照的一个年轻学子的部分 以及涉及在新竹县的县民的部分 能够透过这样机车驾训的作为 能够得到一个机车驾驶的安全意识 根据经理所统计 受过完整机车驾训 违规风险可减少32% 造势风险降低20% 而新竹县上驾训班考驾照的一年约四五百人 占考照人数不到十分之一 强化正确提成观念 县府与新竹区经理所合作 推动机车驾训补助计划 9月1号到11月30 民众涉及竹县 或在新竹县念书 参加机车考照驾训 能获得中央和业者1800元补助之外 还有县府700元加码补助 补助人数150名 首颇100位可获得最高补助2500元 后50名补助1800元 那我们前100名的部分 就是总金额补助金额是2500块 那后面的50名的部分 我们就是透过我们县府 以及我们工种的一个补助的部分 总数是补助1800元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 到11月底这样一个 机车驾训的一个制度的部分 让大家鼓励大家 赶快来上驾训班 获得一个安全的一个驾驶 一个观念 光是一到六月 新竹县今年就有38人 因骑车发生死亡车祸 占总事故的73% 加码补助提高民众 上驾训班意愿 增加正确骑乘知识 让骑车上路更安全